Hello 大家好 現在就 take a break and 打算出去入遊 節省時間 和大家分享少少關於我們 Again 聖姐之道 本書 and the champion's mindset book 有一些 insight on 我們champions 怎麼想的 我們不是只有我 我們整隊隊 我們 長得多多 很多都相信我們的意見 我們的意見是什麼呢 是把我們的訊息送給我們 更多的朋友 希望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經驗 可以分享更多 希望可以幫助各位朋友 Hello 各位有什麼東西隨時打出來呢 我希望今天可以休息一下 我入遊會很休息 待會回去再報名 我是95% 寫完我們的系統 什麼系統 我們叫做Education Methodology 這個字 是一個系統 使得各位獲得 the champion's mindset 那是我之前 有個好朋友和我 打開電話 聊天 就說 那本書不夠後 Henry 我覺得我需要多一點 OK 沒有問題 我們呢 那本書只是一個 delivery 的method 我們叫做 我們presentation 就是我教教練 我們會 label 這件事 是一個 way of delivery OK 就是我們會怎樣去教 怎樣去 express 那個message 是很多方法的 那我呢 就很注重這件事 為什麼呢 It's not what you say 是效率 對不對 如果一個人吸收 你怎樣說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那本書是某一個 delivery method 那 champing's mindset 那個training camp OK 我經常都和大家說 training camp 會來的 但是那個training camp It's not the only thing 幕後還有八個禮拜的training 的 啊 So it's just a surprise 那八個禮拜的training 是每天 你要跟著這件事做 Systematic 的training 是跟著你做 然後每一個week 都會有一個 Zoom meeting 是很Systematic 我run的 然後呢 我們的教練 我們其他的team 都會join in and depending on他們的schedule 當然 那這個就是Ducal sharing 那If you like it 給我 Yes If you like it Say like it OK 那今天呢 和大家分享 就是 Champions 會有很多東西 他們有的 某樣東西 他們是有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habits 習慣 習慣 自然 所以變成 大家要記住 為什麼每一天 我們都要 這麼早起床 這麼早去training 練那麼多個小時 練那麼多下 練那麼多次 是 It's very very boring Alright But it's not boring 因為為什麼我們知道 Purpose 是什麼 我們知道 Purpose 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Alright 為什麼要做 因為我們要 成立一個habit 我們呢 叫做 Subconsciousness OK 當你Subconscious了 你自動做了 那你在 Pressure的 situation 你就會 Less likely 去Break down 大家明白嗎 有本書叫做 The Power of the Subconscious Mind 這個很重要 Alright 當一件事 變成 Subconscious 你自然做 是非常 Powerful 例如我 有時候 你現在去什麼地方 什麼什麼 例如我教客 每個星期都教他 那個時間 我會 自動做了 在我的System 所以變成 自動做 那變成 我們呢 這個Subconscious Mind 是會 令到我們 自動做的 那些habits 這個就是例如 有沒有試過你們 有時候 Regular schedule 你們每次都會做 那你們不停去做 對不對 那你不停去做 就變成 你就會 自動做 那你想也不用想的 然後呢 大家等我一會 OK 有入門 不用買東西 麻煩你 那就變成了 大家要記住 你的Subconscious Mind 是非常重要 所以這就是我們 Champions 我們是練很多 練很多 令到那些 Technique Technique 就會 令到大家 可以實行到 你的Tactical 但整件事 包起來 就有個 Mental 當然Mental 是連到 你的體能上 就是你的體能上 大家明白 I'm okay 就OK 給我一個Yes 所以 Technique 技術上的東西 Power 你那個 戰術上的東西 OK 那當然你是Mentally 是包含整件事 OK 心理上 然後你的Physical 要跟Mind 和Body 是connect的 OK 那 Systematic 如何去練 對了 Dana說得很對 就是Muscle Memory Muscle Memory 是一個Skill Acquisition 的東西 是一個Deep Science 在這裡 我的Point 就是要令到大家 去Develop 一些Habits 記住 如果你Develop 一些Habits 都一樣要叫做 Bad Habits 我們試過 我們試過 有很多朋友 在網球的Industry 是會找我 去幫他們 改一些Bad Habits 很多年的Undo 當初他們 我都跟他們說 一開始 他們感覺到 新的Acquisition 馬上感覺到 但他們要繼續去練 你Acquire 你要Retain Retain Retain It's not easy 所以 當你記住 你的Habit 我每次教網球 我都會確認 他們每一下 我都看得很實 他們不知道 這件事情 I watch every time 他們每一次 有少少的改變 我都看得到 所以我會跟他們說 Habits很重要 每一下都要努力做正確的形狀 要不然 一下Bad Habits 要七下才對 那你犯了幾下Bad Habits 還有 今天 以往 你做了幾次Bad Habits 你要多久去改 這個是很困難的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很重要 發展一些很好的Habits 要入獄 你要確認 這個Habits是有理由 有理由 對的 你自己盡快去行動 去行動 將這個Habits Nuckled down 然後 撞進去你的系統 還有 不要讓它走 我們叫做 If you don't use it you will lose it 就變成 很多朋友 例如 我訓練一些朋友 Strengthen Conditioning 我最普遍的動作 他們在Warm up的時候 我叫他們 鴨子走 鴨子走 如果大家試試 現在好像你蹲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是有很多人坐不到的 因為他經常坐在辦公室 坐那麼久 他的肌肉已經硬了 坐不到 他無法開放 關於Habits 關於Habits 很重要 我不想說是長篇 當你現在的單車 車 甚麼都好 你的輪 你的輪 中間有個 有個 Rotator 如果那個人硬了 你的輪就不成功 基本上 你的腳就是那個 圈 中間的是你的Hips 所以 Habits are very powerful 記住 其實每件事都是這樣的 例如 你是讀書 做Business Life 或 Relations Habits are very important 但現在我們說 你們的Mindset 怎樣在Champions的世界裏 去拿些東西出來 抽出來 然後給在你們那裏 Right Champions呢 他們會很早起床 然後做他們的訓練 他們吃飯 他們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都是很習慣的 吃的東西都是 當然我以前就沒有 現在這樣 現在有Starbucks 又KFC 又雞球 但現在 以前 我可以很精緻 當我可以 當然我之前都熬過一段時間 飯溝醬 都沒被媽媽罵 Pasta 和Ketchup 我試過 不是Sauce 是Ketchup 那一段時間 那些當然不是很好的 我都試過熬過 每天三餐 Chicken Burger McDonalds 我也試過 一元雞 當然沒有錢 然後呢 Hello 然後呢 還有些什麼呢 就有些 我試過熬過 這個 三元雞 三元雞 人民幣的 拉麵 可以 等一下 OK 謝謝 謝謝 那我熬過 那時候在廣州 跟大家分享 非常愛廣州 就是這個 這個三元雞的拉麵 那個人跟我很熟 你喜歡吃啊 我給你多一點 他給我好大盒 那時候我就 熬了一段時間 那裡 營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習慣 你們的 Hydration Hydration 我在在分享 Athletes 的習慣 Hydration 我們的 Warm up 我們 我們的 訓練那段時間 我們的 我們的 之後還有些什麼 我們的 Warm down Cool down 尤其是我最最喜歡的 大家猜到我的最喜歡的 就是 健身裡面的訓練 我其實在做健身的時候 我做健身的時候 其實是 不用想的 我記得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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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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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 這個機器 我會去什麼 因為它是一種習慣 如果你有習慣 變成 你 subconscious 之後 你就節省時間 你節省時間做 所以大家 要不要 underestimate 你的習慣 還有 你有沒有 很重要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I'm about to break your heart 例如 你們現在去 做訓練 你做什麼訓練 尤其是體能訓練 尤其是體能訓練 你要做到一個 習慣 已經聽到 這個很重要的 大家跟大家分享 當你做訓練的時候 你做訓練 你要進入一個習慣 你要 甘甘的 冤冤的 那時候 你都要繼續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 大家 你做健身 我們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 健身是一個 place of failure 是一個失敗 讓你失敗的地方 你習慣失敗 做健身 是要習慣失敗的 是非常好 為甚麼呢 你要做 你看一下怎樣做健身 所以有很多朋友 是沒有效果 例如我 我設定了 例如說 crunches 你把腳放進去 你做crunches 你做crunches 很簡單 這個crunches很簡單 就是手不要放在後面 放在側巾 OK 原來我們不會放下 做一個很少的幅度 因為肌肉是一樣 這個叫做 tension under time under tension OK 變成我多數 我的set 是standard 我會做四乘五十 四乘五十 五十下 但如果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我可能分分鐘 去60 70 我是要感受到 burn 我才會 做到 15下 這樣才有效果 這個為甚麼呢 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一個 The Great Muhammad Ali 有些人問他 你甚麼時候學 你做甚麼sit ups 你這麼厲害 他說 I only start counting when it starts to burn 正常 所以變成 你見到很多人 你做健康 你下次見到人做健康 有多少人在做健康 有多少朋友在做健康 你給我一個yes 你設一個yes 你下次去做健康 你看看多少人 會做crunches 他們會設定死了 例如他們跟著影片做 我看到有些人會跟著iPhone做 吃了iPhone做 你不用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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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40秒 他會跟足40秒 但是呢 你看看最後的5秒 他會怎樣做 5 4 3 下來了 已經停了 這個是一個 你不是騙我 你在騙自己 這是一個habit 你每次都這樣做 你想想 你10次 你少了多少秒 少了20秒 所以這個habit 不僅是你 Execution 看得到的東西 心裡 你已經是習慣了的habit 所以健康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去給大家慣性 push你自己去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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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through 你brick了你的數字 例如你剛才說50 我先brick了我的50 我看我可以push多少去failure 那你這樣做健康 我擔保你有result 你不要給app 或者youtube video youtube就是害死很多人 所以我都很少在youtube 哈哈哈哈 就和大家分享 不是說笑而已 不要只是跟死youtube video 去做事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IQ去思考一下 你未感覺到burn 其實未開始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做了30下 加了功課 就算了 其實現在不是加了功課 你現在是要去working 去develop你的身體 對嗎 OK 這件事 你會看到很多聰明 我給你一個聰明的例子 不是那些不聰明的例子 你會學習從別人的錯誤 但你會學習從別人的好事 也會學習從別人的好事 例如有些聰明的聰明 有些聰明的聰明 其實那些聰明的聰明 那些聰明很棒的 你看他們做聰明 他們現在拿著很輕的啞鈴 然後他會站著 不然你這樣做 然後他在感覺到肌肉 他不喜歡跟他說話 他拿著這個話 好像跟我差不多 我不是身體育員 我是做 Power Moving 我是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打網球是這樣的 但是那些人 他們會很深入 感覺到那些燃燃 感覺到那些燃燃 去推動 其實他們是很集中的事情 感覺到那些肌肉 都是很working 去craft他的肌肉 去訓練他的肌肉 你是不是這樣訓練 你是不是這樣訓練 記住 如果你真的訓練健康 就好好這樣做 做成一個習慣 因為如果你造成一個習慣 在健康 你的人生的習慣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可以接受 我自己有些標準的 你明白嗎 我接受不到的 如果我不是這樣做健康 我接受不到的 如果我不是這樣寫東西 我接受不到的 如果我約了人 和有人禁止我 我接受不到的 我不會禁止別人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 為何會在最後一刻 才跟你說我禁止 你明白嗎 24小時 it's understandable minimum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You make it a habit 每件事都是一個 champions 一出來一段時間 我跟你們說 很多scholar athletes 很喜歡被握 人家的employers 就找一些scholar athletes 為甚麼呢 他們有一個habit of great performance 他們不會接受 low performance 他們有一些 expectation 他們不可以接受 lateness 他們不可以接受 sloppy work 這個我還要跟大家分享 我正在製造 差不多完成了 95%的 champions mindset 那個camp 和那個 8 week challenge 8 weeks I'm going to be in your face for 8 weeks That's going to be really cool 那變成了 我有一個工具 給大家 去endulge 這些東西 It is free included 那變成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要change 我不是很change你們 我不想這麼說 我想說 inspire到你們 我們想幫大家 去acquire到 acquire到這個skill the champion's mindset 還有 你可以retain到 the champion's mindset 這個是我們非常想 去幫到各位 所以變成各位 一定是可以來得到的 是一定夠notice的 除了疫情 那個crazy uncredictable的情況之外 因為 the camp is on the camp is on 你有5champions 在教你 and 你有很多 supplement的 materials 去幫你們 improve all methods all results new methods 有new results ok 那當然 我們有整隊隊去幫你 這個是我很想 很想inspire到你們 就是我們champions 如何做事 and you got to do it too 所以我也有時候跟朋友說 你做gym 其實你這樣做 我看也有些看得到 你不會有效果的 你明白嗎 it's because 你那個habit 你habit是 我只是做這麼多而已 或者 我教練叫我做這麼多 我只是做這麼多而已 這個教練 is there to just guide you 你明白嗎 其實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坦白說 你看一下 你去到那個位 其實呢 有很多 你看一下 教練呢 是去 去push you but 他可以 only push you so much 真的 那個 the coach can only push you so much right I see my friend cj is watching Hi cj how you doing man from australia right the coach can only push you so mu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from yourself right so if that's what you think cj give me a yes high five right I'm doing a sharing on powerful habits so people can learn from the champions 那變了 大家都要記住 你那個 的習慣呢 是慣性自己逼自己的 OK 就變了 你的教練 可以magnify 你那個 你那個 effect 是不是 你的教練 不是應該 你去依賴那個東西 你明白我說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 OK 所以大家就 記住想一下 思考一下 你留意到 冠軍是怎樣 那些champions是怎樣的 的habit是怎樣的呢 他們不是很早起床 and then got some serious work to do right 是吧 and then他們是不是 他們的naptime 他們的naptime 一定是休息的 休息也是part of training OK 他們get to work 他們那個運動 是他們的office 是很serious的 there's no messing around right they're serious they're not here to hahaha get some fun right they're here to do the work 是吧 很serious去 認真地去train develop good habits develop good habits develop好的 habits 讓你 subconsciously 可以perform到 under pressure 可以perform到 如果大家明白我說什麼呢 就比較understand 我非常好的 OK 對了 那麼呢 我希望呢 剛才的分享呢 是幫到大家 OK 那麼呢 不要underestimate 你的那些habits 那些habits 很重要 所以那些八星期之後呢 我希望我可以transform 到大家 習慣一些很powerful的habits 很值得去acquire 就是你拿到skills 知道嗎 那大家就可以開始 be on your way to 你的path to be a champion 你不一定要champion 才有個champions mindset 但如果你有champions mindset 你遲早都是champions OK 那就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那就請你把這個分享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你care的朋友 讓他都可以 在影片中拿著大家的效果 好嗎 謝謝 很快很快 我會今晚呢 我想呢 都很快會訂那個 camp的detail出來 OK 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effective OK 再跟大家聊 and thank you 隨時寫下你想問的東西 any questions you have 或者你有些feedback 給我 thank you and enjoy talking bye bye